萧奕为南北朝时期南朝的梁元帝 萧奕自侍臣小自欺负 南南凌人 萧奕为梁武敌萧衍第七子 梁简文帝萧刚的弟弟 其母亲为阮令营 萧奕是一个爱好读书 喜好文学的君主 自称韬于文士 魁于武夫 萧奕是个才子皇帝 他身在中文清武的南朝 却曾写过一文兵书《玉韬》 他还著有孝德传 怀旧志 金斗子等 是中国文论史上可以占一席之地的人物 他所画的直贡图 记录了青来南梁朝共的各国史节的长相 上面有金发碧眼的波斯湖人 还有浑身纸皮一块白布的黑人 这不但是艺术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件真品 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朝共史来说 更是一份极为珍贵的资料 南城至隋唐时期书法家余顺南曾评假期道 梁元聪明技艺 财经文武 仗顺伐逆 克选家渊 成功碎世 有足趁者 除了秦始皇外 还有谁曾经大量焚烧书籍 南朝皇帝肖毅从小就在文字方面 表现出异于常人的天赋 四岁就认识上千字 能把曲里念完 长大后他疯狂的收集图书 首先将国家图书馆文德殿的两万余卷藏书和在首都图书馆收集的公司藏书 共七万余卷运回江陵 加上他在江陵的旧藏七万卷 他的藏书达到了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十四万卷 公元555年1月 西魏大军到达江陵 肖毅集中所有图书哀叹 文武之道 今夜尽已 然后开始烧书 乘破后 魏军与残须中简里图书只剩四千多卷 直到北周在关中建立之初 藏书才累计到八千卷 到唐初实际恢复的旧集还不到原来的一半 萧义一把火烧光了中国南方几乎所有有价值的书籍 这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场浩劫 徐娘伴老 徐昭佩是梁朝将军徐坤的女儿 作为政治联姻的牺牲品 嫁给了当时还是湘东王的萧义 新婚之夜 徐昭佩看着因为生病瞎了一只眼的萧义 内心十分失落 萧义也不喜欢长相一般的徐昭佩 经常冷落她 转而陪伴其他漂亮的妾室 徐昭佩十分失望 降门出身的她 没有忍气吞声 决心报复渣男萧义 这天 徐昭佩听说萧义要来 特地打扮了一番 萧义见了 却吓一大跳 你怎么化妆 只化半张脸 徐昭佩看着满脸不解的萧义解释道 你只要一边眼睛 当然只配看半边脸 萧义这才明白过来 徐昭佩是在嘲讽自己残疾 气得转身就走 更不想见到徐昭佩了 徐昭佩闲得无聊 学会了酗酒 甚至在宴会上喝得烂醉 故意吐了萧义一声 被萧义在心里彻底拉黑 独守空房的徐昭佩放飞自我 勾搭上一个风流道士 不久后又出轨了 萧义的侍卫 季季江 季季江对两人的关系 毫不避讳 感叹道 百直的狗老了 还能捕猎 萧丽扬的马老了 还能驰骋 徐娘老了 依然风情万种 眼见自己头上的帽子 越来越绿 萧义忍不了了 把宠妃中毒去世的黑锅 扣在徐昭佩头上 徐昭佩被逼无奈下 头颈自尽 萧义还嫌不够解恨 以离婚的名义 把尸体送回了徐家 徐娘半老 指风孕游存的中年妇女